台湾国际藏传法脉总会组成的台湾宗教代表团10人 周一代表全台50多个汉藏团体 副总统府递交联署请愿书 希望总统马英九合发达赖喇嘛访台签证 让达赖喇嘛能抵台与台湾佛教徒共度80大寿 台湾国际藏传法脉总会执行长吴文生指出 法脉总会组成的12人宗教代表团 3月16日已先到印度达兰萨拉 当面向达赖喇嘛递交50多个团体的联署邀请函 吴文生说 达赖喇嘛尊者很高兴地允论说 基本上他非常乐意来台湾 只要我们台湾这边给予他的签证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台北市甘丹寺东顶台湾佛学中心会长刘金钗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上师是佛教徒的灯塔 太多人期待达赖喇嘛抵台红发 希望马总统听到佛教徒的声音 他还说 自从2009年台湾发生莫拉克风灾 达赖喇嘛抵台为灾民祈福至今五年多 每年佛教徒都透过民意代表 或亲近总统府的人士 表达希望马总统合发签证给达赖喇嘛 得到的答案都是不方便 刘金钗指出 最近也有立法委员执行行政院长毛治国 毛治国也说要考量国家利益 以符合台湾人民利益为原则 佛教徒了解这么多年来 马政府对达赖喇嘛访台有所顾忌 是因为中国因素 刘金钗还拿出3月16日 台湾佛教徒邀请达赖喇嘛时 达赖喇嘛谈话的录影片段 影片中达赖喇嘛说 我希望不要有任何政治内容或形式 也不要安排与官方政治人物会面 根本而言 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了政治权责 其所有的活动都只有宗教和文化 另外我也不是只懂得宗教宜归的人 我有两顶帽子 一顶是宗教 一顶是科学的帽子 另外我还关心世俗伦理道德 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 也是西藏流亡中央行政中心驻台代表达瓦财人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最大的问题是 或唯一的问题是台湾政府会怎么看嘛 那在那之前台湾和大陆之间 会有很多的一些协商啊 或那些的时候 那台湾政府方面会担心是 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损伤到台湾的利益 那我们也觉得我们可以去理解嘛 那就是尽量的配合 达瓦财人表示 那现在来说 台湾和中国很多的接触 已经有阶段性的完成 在这个时候 达大喇嘛也已完全放弃 他在政治上的职权 变成一个纯粹的宗教领袖 这样对台湾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吗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 预采访总统府方面的回应 但公共事务是接线的一方表示 我这个部分可能 我不方便对外发言哦 不好意思 您留个电话 我先跟长官报告一下好吗 直到截稿前再询问也是 长官还在外头开会的答案 达瓦财人 如果你不开心 你也不敢咬 你不敢咬 我先和长官 词 你不敢咬 但是